平均 execution ADA 新人獎 基本上呈現出一種 前所未有 我說前所未有 超過我預期的水準 高的 好 平均 而且 每一個人基本上都看起來有一點銳氣 興銳的銳氣 就是有一點 想要做一件什麼事情的心情跟慾望 挑戰性很高 希望自己能夠有一點貢獻 有一點表現 比如說有的是比較屬於那種裝置類的 綜合那個是一個運動中心 當然那是一個公共建築 我覺得這個案子被選上 倒是能夠凸顯出一些問題 嚴格的講起來 公共建築的影響力還是大 比起一般的私人建築 因為它屬於有那種公共性 有那種公共使用的需求 所以公共建築本質上它應該更被鼓勵 可是很遺憾的公共類型的選項 這個作品的比例一直不是 像我講那麼重要 在這個獎的參賽的show list 就是入選名單裡頭 大概只有這一件是公共建築 是政府的公共建築作品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遺憾 這個可能也反映出說 整個社會對公共建築的期待 是有落差的 政府對公共建築的這個投資的那個心態 我覺得是心態的問題 是應該要被更加強的 所以這種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反而看到更多的這個私人建築 的這個作品 當然這一次所看到的這個作品 還有很大一個特色就是說 因為都是個別建築師在表現 他們自己的那個居住住宅的這種題目 我覺得年輕建築師基本上開始有機會去處理一些那種 這種看起來很小的題目 可是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類型題目 這個在以前不大能想像 就是台灣的社會顯然已經 已經進步或進化到一種程度了 所以才開始出現出這種 私人住宅的類型 或是個人住宅的那個類型出來 這種類型可以看出那個建築師的那個 建築專業上的那個知識跟能力 它能夠反映到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這個也是我剛剛說這個水準很高的原因 就是他們對他們自己的那種 技術跟知識的掌握性非常強 然後對那個自宅 就是住宅的這一個特性的這個掌握也很好 這些建築師基本上 他們的知識技術跟能力都有一定的程度 可是在一定程度裡面 事實上有時候會出現相對會出現一種反差 就是那種技術的技術或知識的掌握 我會限制他們的這個膽識 如果說我們今天把這個新內建築講的 這個主義放在創作這個字眼上的話 它顯然是要超越技術的 也就是說一定是超越技術它才有創作 而不是只有這個手術技術的那個本質 一定是要超越這個事情 它才能夠有一個這個靈活運用 它那個美感美學的這個程式會慢慢提高 但顯然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建築師在這一次這個經驗的 他們事實上在他們自己營造的這個過程中 是有發現錯誤 他們是有反省力的 這一點反而是我覺得 這個新內建築講最可貴的部分 就是他們那個反省會變成一種經驗上的檢討 會使得他們自己更進步 甚至他們的經驗如果可以分享的話 那我覺得會促成更大的社會進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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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